俄军防辐射 防化学武器 防生物武器部队司令基里洛夫 当地时间2月28号披露 美国打算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并嫁祸俄罗斯 基里洛夫称 2月10号一列载有有毒化学品的火车 抵达了在乌军控制下的克拉玛托尔斯克市火车站 随后由美国制造的装甲车 将这批化学品直接运到了俄乌两军的接触线 2月19号又有11节满载特殊弹药的火车 在克拉玛托尔斯克市火车站卸货 这些弹药在美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 其中含有有毒化学物质 基里洛夫称 就在这些有毒化学品和有毒弹药运抵乌克兰几天后 2月22号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美国非政府组织 举办了一次乌克兰局势研讨会 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在会议上扬言 俄罗斯军队正计划使用化学武器 基里洛夫说 俄方认为美国打算在乌克兰进行化武挑衅 准备在乌克兰冲突地区使用化学武器 并将罪责嫁祸给俄方 俄方议 俄方讯